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瑞体验馆 今年的夏天真是出奇的热 人走来街上不到两分钟就更要画了一样 那相信不只是我 这对于许多游戏玩家来讲都算是一场噩梦了 原因无它 大部分人打游戏选择耳机时 首先就会选择有线连接的头戴式耳机 在听着方面确实还是挺重要的 往往在一瞬间的战斗中 耳机延迟的高低就能决定胜负的走向 可天气这么热别说好好玩了 光是戴着耳朵就闷得不行 头发耳朵都湿漉漉的 严重影响到了游戏体验感 那么假如有这样一款小巧不无二 听声变味又极强的2.4G无线耳机 你会心动吗 那么它就是漫步者推出的 HATTY GX05无线游戏耳机 耳机包装盒是一个方正的多边形结构体 有点像放大版的钻戒礼盒 打开包装盒映入眼帘的便是我们的耳机本体 充电仓以及装有各种耳机配件的小盒子 盒子里面有产品说明书 使用指南 卡贴 备用耳帽 防尘塞 耳机充电线以及转接头 另外这次HATTY还专门附赠了一个皮质的耳机收纳袋 瓷锡式开口 封装严密 可以说是很贴心了 此次HATTY GX05的充电仓设计的可以说是很有意思了 整个机身的正面由大小不一的合金块组合而成 金属感十足 上手的质感也很好 就像在把玩一颗新式的宝石 充电仓背面有一个可旋转360度的转轴 搭配上三根氛围灯带 机甲感瞬间拉满 像这种硬盒中带着点绚丽的设计 着实是让人有点欲罢不能 轻轻拨动转轴 就能解放出关押着的性能猛兽 耳机为入耳式 触控调节 自带RGB指示灯 看起来虽然很重 但双耳时机重量加起来还不到时刻 配戴舒适 感觉不到压力 狂甩也不会掉落 游戏耳机嘛 当然还是得看看游戏的表现怎么样 GX05呢 这次是将优势放在了主机端的游戏上 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充电仓上多出来的那个仓位 那可不是什么第三只耳机 而是这次GX05上最让我期待的部件 Type-C接口的2.4G接收器 非常小巧 收纳在充电仓也不会弄丢 这款接收器呢 采用了新一代的2.4G低延迟技术 延迟低至15毫秒 无需有限连接 也能达到职业级的低延迟水准 家里的Switch 掌机 iPad 笔记本都可以直插直用 非常方便使用 3G优耳切换游戏模式 低音给力 脚步声清晰 听声变味 自然不在话下 这游戏体验不就一下子上来了吗 当然玩游戏的话呢 还是建议X适配器使用 听歌的话呢 还是用蓝牙模式 音质会更好 不仅如此 耳机的2.4G和蓝牙连接 可以同时连接不同的设备并保持在线 换句话说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还能够不受影响的接听电话 这对游戏玩家来说有多爽呢 刚好 这里是小J体验馆 现在是GX05耳机双设备连接的通话音质测试 现在是GX05耳机双设备连接的通话音质测试 测试结束 关闭通话 我们可以发现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耳机的主场音就变成了通话的声音 人声通透清晰 无需集中更多的注意力便可实现对话自然 而我们的游戏音乐仿佛就游离在了主场音的边缘 声虽不大却丝毫不影响咱们游戏的进程 这一天人们终于做到了一心二涌 再也不用担心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接听到爸妈和领导的电话 当然呢 家里电脑没有Type-C接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使用转接头来实现多设备连接 像PS5等游戏设备都可以通过USB转接口来连接 不仅外出能用 家里打游戏也能用 直接就省下了一笔音响的钱 另外呢 在游玩双人游戏的时候 我还发现了它的隐藏用法 将另一只耳机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在获得更沉浸式的游戏体验感同时 更好的交流也是两人之间的配合 愈发紧密 妙啊 但是 想要获得这种体验 前提还是得有个游戏搭子 至于续航方面呢 耳机充电5分钟就能续航半小时左右 连续使用4个小时不是问题 基本聊会天的功夫 电也就充好了 这款漫步者的HECTI GX05无线游戏耳机呢 我在这里也是使用了一段时间 功能强大 颜值OK 游戏里强大的音效定位能力也让我受益匪浅 符合了我对2.4G非头戴游戏耳机的一切需求 自用或者拿来送人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么这样一款支持2.4G无线连接的耳机 你行动了吗 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这里是小儿的体验馆 认真分享每次产品使用体验 关注 看过开箱 我们下期再见啦